秋田县位于日本东北部 以其美丽的自然景观 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美食而闻名 如果你计划前往秋田县自由行 以下是一些景点和美食的推荐 以及一些交通方式供您参考 景点推荐秋田城池公园 探索这座城市的历史漫步于秋田城池公园 欣赏城池遗址和周围的美丽花园 汤泽温泉在汤泽温泉区放松身心 享受温泉的恢复力量 这里有许多传统的日式旅馆 提供舒适的住宿和美味的料理 交管武家乌夫 这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江户时代武家乌夫区 可以让您感受到日本古代武士的生活方式 南路半岛 漫步于这片风景优美的半岛 欣赏海岸线 古老的渔村和独特的海岸地貌 大曲花火 如果您恰好在夏季造访 不要错过大曲花火大会 这是日本最大的花火节之一 提供壮观的烟火表演 美食推荐 秋田馅牛肉 品尝秋田馅特产的嫩滑牛肉 这里的牛肉以质地鲜嫩 味道浓郁而闻名 鲑鱼料理 由于其丰富的水域资源 秋田也以鲑鱼料理闻名 试试鲑鱼寿司或煎鲑鱼 绝对会让您回味无穷 道庭乌冬 这是一种秋田馅的特色美食 以其细致的手工制作和清爽的汤底 而受到喜爱 秋田馅乔麦面 享用当地的传统草麦面料理 是一种简单而美味的选择 尤其是在凉爽的天气里 交通方式 从东京前往 可以搭乘新干线 或夜间巴士前往秋田市 旅程约为3-4小时 室内交通 秋田市内有便捷的巴士和出租车服务 让您轻松游览景点 自驾游 如果您想更自由地探索秋田县 可以考虑租车 道路网络良好 并设有便利的停车场 在秋田县 您将有机会体验到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 品尝到新鲜美味的当地美食 并沉浸在迷人的自然景观中 祝您在自由行中 度过一段愉快而难忘的时光 在秋田县旅行后 带回一些当地的特色伴手礼 不仅是对自己的回忆 也是对亲朋好友的美好分享 以下是一些秋田县的必买伴手礼推荐 秋田县特产牛肉钱 尝一口嫩滑多汁的秋田县牛肉钱 绝对是送礼的绝佳选择 以其浓郁的风味和优质的质地而闻名 稻亭乌冬 将当地制作的稻亭乌冬带回家 让您的朋友家人也品尝到这种清爽美味的日本面食 鲑鱼产品 选购一些秋田县出产的鲑鱼产品 如鲑鱼寿司 鲑鱼干 或鲑鱼酱油等 都是美味的伴手礼选择 特色糖果 秋田县也有一些独特的糖果和甜点 例如秋田 秋田苹果焦糖 等 都是很受欢迎的伴手礼 地方酒类 如果您的朋友喜欢品尝一国风味的酒类 可以考虑购买一些秋田县出产的清酒或果酒 作为伴手礼 手工衣品 在脚馆等地 您可以找到一些手工衣品店 购买一些当地手工制作的纪念品 如陶瓷 漆漆或传统工艺品等 无论您选择了哪种伴手礼 都可以展现出秋田县的独特魅力 让您的亲友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爱意 秋田县有许多具有丰富文化意义的祭典和活动 其中一些最知名的包括 大曲花火大会 这是秋田县最著名的夏季活动之一 也是日本最大的花火节之一 每年8月27日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齐聚大曲市 目睹壮观的烟火表演 能带地区的能带花火大会 每年8月25日 能带市举办这个盛大的花火节 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赏 这场花火盛会 包括各种精彩的烟火表演和活动 秋田干灯祭 这是秋田县内 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祭典 于每年8月3日至6日 在秋田市举行 当地居民会举起高达12米的竹干灯 并在夜间进行燃烧和舞蹈表演 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 秋田原山花火大会 这是每年秋天 在原山地区举办的另一个著名花火节 在秋季的凉爽夜晚 游客可以欣赏到壮观的烟火表演 并品尝当地美食和传统文化表演 教馆武士游行 这是每年秋季 在教馆地区举办的一个传统活动 重现了江户时代武士的生活和仪式 游客可以欣赏到武士游行 和各种历史重演活动 这些祭典和活动 展示了秋田县 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也是游客了解当地文化和传统的绝佳机会 在秋田县您可以探索到许多古老的古汉建筑 展示了该地区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以下是一些推荐的古汉建筑 角馆武家乌夫群 位于角馆市的角馆武家乌夫群 是保存完好的江户时代武家乌夫 展示了日本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建筑风格 您可以漫步于这些历史建筑中 感受当时的氛围 秋田城址公园 这个公园位于秋田市 是秋田城的遗址 现在成为了一个历史公园 游客可以参观城址内的遗迹 以及欣赏周围的花园和景观 能带城址公园 位于能带市的能带城址公园 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古 虽然城堡本身已经消失 但公园内的保护墙 遗址和园区 依然可以让您感受到当时的建筑风格和历史氛围 雄圣国造神社 这座神社位于汤泽市 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神社 您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古老的建筑和神社的神圣氛围 药群寺 位于秋田市的药群寺 是一座古老的佛寺 鉴于奈良时代 至今已有超过1300年的历史 寺内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和建筑 是一个值得意游的地方 这些古汉建筑展示了秋田县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游客可以通过探索这些地方 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地区的过去和现在 在计划前往秋田县旅行之前 请务必注意以下事项 气候和季节 请确保您了解当地的气候情况 以及您计划旅行的季节 在夏季 秋田县可能会很潮湿炎热 而冬季则可能非常寒冷 穿着适合当地天气的衣物 并带被必要的防寒或防暑用品 预定住宿 如果您计划在旅行期间 入住旅馆或酒店 请提前预定 以确保有足够的住宿空间 特别是在旅游旺季或节假日期间 交通安排 提前计划好您的交通安排 包括从机场或火车站 到您的住宿地点的交通方式 如需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请查询时刻表和票价信息 饮食注意 如果您对当地的食物 有过敏或不适应 请确保在外用餐时 告知服务人员 同时 请注意食品安全 避免食用生或未经烹煮过的食物 保险 购买旅行保险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可以保护您在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时的权益 包括医疗急救 行李医师或航班取消等 文化礼仪 在前往秋田县旅行时 请尊重当地的文化和礼仪 例如 进入寺庙或神社时要拖鞋 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 并尊重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信仰 紧急联络方式 在旅行期间 请确保您知道当地的紧急联络方式 包括警察局 医院和大使馆 领事馆的联络方式 当地规定 了解当地的法律和规定 包括禁止攜带的物品 禁止行为 以及当地的文化礼仪等 总之 旅行前的准备工作非常重要 可以帮助您在旅途中顺利 安全地度过美好时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